是这样子那首先呃刚刚讲到我们这个filter 那个东西一样反正往里面收你就有了 然后这个地方这块片呃上面你看到的对人家其实这个很漂亮 你们花时间调一定能调出来就一开始先拉中间的这条 然后再拉左右的这两边 如果是说你们下次喜欢的时候我慢慢给你们演示的 也不介意说我拆的比较多集就可能part1到part6这样子 因为每一季固定30分钟嘛 那反正你们这样给我留言了不然的话我就还是按着这个节奏来做了哈 然后继续呃那这个我们画的其实呃还差画哪一个就对呃手柄底部的这个盖子 还有上面的这个按钮对吧 呃那首先这样子我们就先把上面的这个按钮先给画了好吧 然后首先Ctrl C对吧呃Ctrl V往上拉 然后呢我们把它缩小一下对缩小缩小呃还是会很大 我们再缩小呃是这样子对差不多这么大吧 因为呃没有找到顶次度而且呃是这样子尺寸上面反正就是呃没有精准的话对吧 呃反正你们真的说呃我很想要精准的 你在你们在留言跟我说我下次我就慢慢改这样子 但是反正就如果超过两个我到时候再取舍吧就暂时这么定吧啊 呃好接下来下来我反正我就调一个差不多的吧好吧 然后差不多的是这样子呃因为反正体现不了按压的那个感觉吗 如果是说我通常会在key shot里面我会做那个影片对吧 去体会那种就是按压的那个感觉 但是呢呃现在的话干学还是不要做那么复杂了好 那个两个线你们看到是没有对齐的那我们叫white view吧 然后这时候用那个对齐功能对吧往上对齐来你看两个都ok了对吧 为什么对你看我刚刚拉的时候他没有在一块 然后现在我们在一块了那我们往下拉一下 因为现在这个已经被我们抽壳了嘛对吧 那我们control c对吧 这个反正两个control c两个control b一样就是说这样子让他们自动分件对吧 那sony west做这个动作其实是比较痛苦的 呃也不是说做不了只是说呃万能画东西一次成型真的是快比sony west快很多 那这时候我们就画完了嘛对吧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就可能是说把这个隐藏一下对吧 我们把那个小边边倒到脚什么的 但通常我说过还是还是那句就是说呃我不会这么快倒脚正常的话 反正就但是现在只是说呃给你们演示这个效果我就这样给你们倒 哎好这时候倒肯定不行为什么因为我有边没有选上 有时候操作什么不要像我点这么快你们可以点慢一点 呃因为呃你只要是一体成型的 再慢也有限而且你有时候就是说一不想清楚然后再画 会比你说不断去试不断去重复画一个部分 呃啊我手机真的是啊就是你不断重复 就是一边想一边画来的有效率 因为你一边改那你前面都是又报废了 这个是我很不建议的快没有用啊 要怎么说了快的起锁 然后这时候一个顶部其实我们也完成了对吧 我们看他这个顶部我看一下啊你看其实也是这样子 我不确定是圆的还是方的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怎么样 就是为什么我会直接拿上面那个 这样子的话我下面这个是方的对吧 上面这个是方的什么前后呼应就正常见的手法嘛对吧 呃然后呢这个的话我们在我们现在把这个也给画一下对吧 下面就可以所以说我把上面再盖 为什么我把它弄这样子圆寄在这 然后现在这么看我应该画大了 但是啊反正我也没有那个型啊不确定 但这个反正应该我觉得挺高级的这个品牌 当时啊你说为什么选这一套 其实呃我也没想过就是真的是随便 我觉得他的那个意大利古典古典线条真的很细能 因为意大利的外形真的意大利东西怎么讲 他的一个那个什么就是呃泛用性就是就是说他的东西最能让人接受就最能取悦人 我觉得意大利东西是这样子的虽然他不是我最喜欢的风格 但是说呃他东西真的很取悦人就是德国的东西或者英国的等等 有时候真的是你要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你才会特别喜欢 但是意大利不一样意大利不管是外行或者内行 他都是有很多人喜欢就说他人气都是很OK的我觉得是这样子 然后一样这个是随便拉那你们要定数字反正也可以呃反正到时候可能那个视频可能会拉到那个三倍长我估计要三倍 因为所有东西都要一边试然后试到我觉得差不多了然后参说呃呃参说那个就是说一个我接受的比例嘛 那所以说这个就拉很长那现在这么教只要把你们方法教好你们多话自己就说呃我多话几遍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会更好一点 然后这时候看呃好像对还是一样一个问题边角会很小对吧因为我肯定是那个环形嘛对吧那又不行那所以说这时候干嘛呢对呃我们还要那个就是说缩小就左右 就说放一下然后让他这个体积动的没那么大那其实画完这个和画那个你们曲面其实掌握也差不多了 后面再画其实就是一个强化练习了其实呃很多方法也我觉得应该交给你们方法应该其实也一大半的这样子 因为我讲的都是比较简单粗胖嘛对吧就是说也有时候不像那种呃冷静教学那种就是说一步步慢慢教你来那种了啊反正啊不用啊也不说那么多了啊 然后这个反正啊脚比较小好那好像反正是刚刚这个会好一点了我看一下我环形正面一下看一下 因为有时候我也是没有想好就是就是说我也是那一个现现成给你们画的所以说哦哦好像这个小小的咦哦对那反正这个再缩小一点就可以了OKOK没有问题懂了 就这样子四倍但是所有东西画东西你记得要呃有一个可改空间但是这个东西你们画多就有了 但是反正就呃多练习吧这个还是很最重要还是这个就多练习你多练习以后多画了然后尺寸感形体感就好了 而且你们到时候就知道说我一开始画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看到这个面 我就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画或者我懂得怎么去构成啊然后这时候他这个其实看起来挺薄的 我这个明显就是中间在厚了但就我们先不管那么多啊或者 那这时候如果要改啊或者我如果这时候我觉得啊太厚了啊也没有关系 我在这里这个地方啊又是对吧又是 然后我在随便画个块我把它剪一剪吧当你可以这时候放到旁边去给他那个 放到旁边旁边这个也要跟着改了当然就旁边的这个不是比较长吗对吧 等一下我看一下没有有没有剪掉啊有有有有剪掉啊再剪一遍 保险一点那你看这时候剪掉对吧这个比较那个了对吧那这时候这边对吧 再拉高一点对吧看起来薄一点吗这这条边对吧你看这里薄一点的对吧 他上下肯定对半嘛我现在也对半对吧那可能高一点或怎么的那这时候你看到哎对那我点另外一边吗那我我们可以在右四这边对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对位啊就是说有时候方法不要那么死当然我抽壳了你看这边会比较薄但是呃看到里面这块这个地方他里面会比较薄但是呃不是很重要对吧后外观嘛对吧反正不管他呃如果工程师说这个地方有这么在意那你下次就改改呗就这么简单啊如果是说呃 而且这样子工程师也挺废的说实话因为这些东西叫互相配合吗对吧你设计本身他更多的是一个设计理论对吧第一个是第二个就是说一个艺术感吗对吧就是说他的一个设计员还有他的设计手法是怎么样吗那工程他想的更多是偏生产吗对吧那工业设计师就介于这两个中间或者 那还是不讲那么多了以后有机会再讲了不然这个东西要每个人定义也不一样啊然后这时候就这样子了对吧然后我们就呃 盖或什么都画了是吧那这时候画什么对了就是这个把手了那把手这个部分呢我看一下哦行呃就到这里行吧OK了解了解了解那把手的话就这样子哎我们肯定是说呃 嗯再我们找一下有没有把手的一个背面啊背背面的一个图有没有的话我们一样是大概画一下呃 呃但他这个东西应该很重就第一个感觉呃 然后对反正就一样吧我们就这样子画一个值的一个东西对吧然后再弄一个圆的对吧 嗯密度打开一下point不要对就这样子画我就看一下这个真的要看一下 这个位置真的是哦不是正圆的对吧有点抛然后这里有点鼓起来了是吧哦这个型还是说实话还真的是挺麻烦的一个型 然后下面这块跟上面这块它肯定是两个件的这么看然后我们先画把手吧好吧先画把手吧先画把手吧先画把手吧呃先画把手那就这个先放一遍吧 嗯把手的话反正还是ok平的就一个应该是一个方形然后导演okok行吧然后就是一个方形导演角吧应该是我估计嗯好也有时候没有一个细节啊反正就我们继续吧因为有时候没有一个产品很难去确定它是怎么样的然后这时候还是样吧在外围吧好吧嗯 好把这个点选上一下好了然后选上一下这时候倒一个角呗哎反正五吧五应该很大也哦好五还不够大还行八八应该够了吧 八八也是不够那就九吧再试一下就是慢慢这样子大概呗哈差不多就好了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有了这个什么有了这个嘛呃就这根这个路径啊不是轨道对吧有了这轨道我们就大概话然后这个那个它的粗度对吧它的粗度的话哎呦真的没有顶次真的有点有点麻烦啊没有关系啊反正大概这样子吧 ok好了然后就是我们连接一下对吧那连接一下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对我们就把这个终点对吧选上它终点对对着它的一个端点那这时候对上了吧对吧然后把从顶式上面我们把它挪也是一样就啃它的密度对吧反正找一个点要为什么你们懂的就是说我要找它那个焦点对吧 我只要跟这条线它是对中的就好了对你看这时候就对中了嘛对吧就ok了要了之后这个效果别的都不用就说要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啊然后呢下来我们就当轨呗对吧当轨过去ok那其实现在看非常粗对吧呃对正常了因为刚放样嘛还没画完嘛是吧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口给封一下先啊 哎 sorry那像有时候像这种四个的你可以点一下这个我现在点这个对然后就一二三反而捞圈圈呗一样其实这个也可以对吧这个补面也ok但是说前提你要有事就这种这么傻瓜似的我觉得可以这样子做呃然后再下来 这时候导一下这时候导一下我们导一下我们导个我导个一的看一下好吧啊不是哦没有选上导个那一导个一的看看一刚刚没有选上啊啊对一因为看数字一不是很大我们导一个 二吧 二应该可以了吧 再来一个呃看一下上下能不能到因为如果是sonyres你可以就是说这个脚超过就上下两个对撞没有问题但是你在弯弄里面是不能这么做的这就是说为什么有时候我会两套一起用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有时候我建议大家是这样子学好两套都学啊 但是那个先我觉得弯弄做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就把它停了吧然后就带大家完全去学sonyres吧 好因为之前一开始那个太多的时候我觉得不太好啊下面一这样子哎反正他这个也是偏圆的这个圆角应该一好像不够大我们五四下一点五吧 反正他那个是接近就又圆又不又不圆又方又不方的那种感觉就对了啊这是这是像多了对吧你能看到了对了这是这样子那好这时候我们就把外面那两个块给搞出来啊然后这时候我们看一下哎对其实这感觉就对了啊哎所以你看这时候把它剪一下好那个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个出来然后把这个 去剪它好吧其实这时候你需要做什么牛地对你这时候其实就需要牛地了那当然我们这样画就不用了其实很多时候你画你要记得几个东西一个是储存一个是牛地这个是最重要的学软件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最主要的就是说很多东西要学好啊然后这时候啊好花啊看这边那其实这个图已经作用不是很大了哎啊还有这个小球啊对小球那我们还是这个放着吧 那这样子呗哎呃我们把这个呃说下呃Ctrl C对吧Ctrl V 然后呢怎么样对我们就把它那个圆比例缩放一下就好了 呃圆比说放我们可能看一下大概这个位置对吧可能差不多啊 然后呢就OK了那这时候我们看对它是啊到底的这个对吧那我们就一样呗 那我们就弄到底呗反而也没事那再Ctrl C Ctrl V对吧然后我们再来一个呗没有关系呃应该是OK的吧我看一下这两个这两根线呃看一下哦好不是不是很齐没有关系有办法有办法就有个办法更简单的呃我就在这里这样子我从这个地方呃这个线在这嘛我就这样子 然后画一根线大概这样吧然后呢就这里呃先选一下这个路对本来外面外围这条线呃然后点一下单轨路径再点一下这条线啊对其实这样子哎你们其实就懂了对我用这条线然后取回去他那个结构线那取完这个结构线以后呢不就两个都有了吗呃呃对其实有时候要领化应该一个方法不行用别的方法来做反正就这是我的建议啊 呃OK好呃三然后炸开一下然后就一二啊不是这个要选回去因为这个没用了我们只要外这两条线而已三四OK都删掉那删掉以后呢我们就这样子这个也不要了然后就 就OKOK那这样子对反正外围这个嘛没有关系哎反正就随便了随便了哎这个就真的是随意了你反正就呃这个想想怎么来怎么来吧这个不是很重要 OK这样子呃呃再选上这个再选这个嗯OK这里对然后你看到这个黄色的对黄色可能看得比较难受啊非常的抱歉这里这个地方啊这里有时候在透视这里看看不到对吧没事看不到我们好这条啊对这时候连连上了对吧 然后就这两个然后就这两个我们把它群组一下因为有些后呃群组这个完全是个人习惯了然后当边不行我这次要bossize两边对两边一起咯那样再把它群组一遍然后一样呗 我小编不好意思那就说我要我要把我不能这样子画啊这样子我我先把这两个删掉了这个多的也删掉呃是这样子呃他是哦应该是哦同样写的好的那就按照这个写绿呗哈啊是这样子你们看你们喜欢怎么画吧就是说刚讲到这个就说你们说啊我喜欢就是说呃非常规整的很工程那种就是说一步一步完全不偏差那种也可以啊反正你们自己跟我说吧啊就是个留言吧 反正就啊我我是怎么画都行了但是我觉得我只是说现在这有画法就是说在工作上面会我是觉得比较好用了因为我工作也有有一段时间了啊这样子哎好的为什么剪不到有时候检查一下啊我这个线没有到位就好的那就回去一下然后就哎有时候这个线很乱对吧那就这时候就我通常是靠眼力了哈有时候就这样子 然后就这次这样子我就慢慢的这样子挪回去 呃三个打开一下哎很不好意思一二我看一下这次我不OK好的很不OK啊那再环游回去好的先把这些给隐藏掉吧还是有时候真的不能偷进文栏 还是要把它隐藏一下隐藏一下以后呢把这些都给隐藏一下吧多余的啊有时候就这这些的话你们这个也是其实记得要要留底啊我我现在其实一直忘当我平常我自己画的时候是真的会一直留底我是有这个习惯的但是啊现在好像啊反正就现在主要是教学吧啊哪个我也有时候我也是比较偷懒你看我画有些我能不做我也是懒得住因为 所以也不是说不想做就说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哎看一下哎好的还是不行 and关掉near关掉meet关掉只要 就有时候要分别控制这控制点就这样子啊然后这时候就是这样子硬的 哎还是不行呢对有时候就是很烦就这种点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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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不能有这个印才对OK行吧 但是哦 hold check 开门了 好像没有反应了奇怪这样子呗再把inct打开一下 对啊他自动网站躺的好好恶心的没事另外一边吗好像真的不能int 哎哎哎哎哎 nichts啊我要想办法 哎这样子吧把punk打开用punk来定位吧对就是用一个本身的有哎可以了可以了 哎呦有时候定位官司 就说有的时候一边你定位不了 那就从另外一边定位呗 那这时候把它解读一下 因为刚刚群组了嘛对吧 然后这时候就把这些连接一下 多月的东西给它删掉这样子 刚刚你看我是一条斜线画下 对一条斜线就可以 你说你真的如果按照曲面 放心了人家做产品不会这么做的 做产品不会说这么 就有真的有点吹满就吃了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如果是如果是说你们真的当设计师的时候 你真的会把工程师类似 而且怎么讲呢 设计师跟设计师中间也变得会很难合作 因为这个很有些地方真的没有意义 就不要再做了 因为有些工程师会做 有些地方工程师会比设计师更有经验这样子 反正就是做一个好相处的人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不然的话做产品其实挺累的 这是真经话 如果是说这时候还要做一些很无谓的强迫症的时候 那会把大家都搞得很累 这是这真的是 然后这也要打个小圆角 我刚 其实我我再倒一遍吧 还是 那像这里我把这个删掉一下 那就我把这个圆角给倒一倒吧 好吧 就是这些地方就是那像这些外观细节 那设计师我认为应该做好 但是不要太过于说追求这个 就是说该有的东西就有 比如说像刚刚我说这有一个圆角对吧 那你这里有圆角对 他跟你的圆顶对吧 或者别的地方你这些都有圆角 那你不能说我这里就不要圆角 就说有些地方 这个很说实话很难把握 这真的不骗很难把握 就是说有时候这个东西你抓多了 那就有点机能挑骨头了对吧 你说奥怎么接就两个圆角怎么去接 那这样接好看那样接好看 那你说如果真的是我专门为了好看 我觉得就这样子设计师就很不讲道理 因为好看这个东西是 不是说设计师说的算是每个人说的算 那你看这里有点斜了对吧 这里这样子应该写下来这写上去 好吧我不改了 但是你们懂我要怎么 如果是说修改就刚刚修改那个键就好了 好 那一个我们继续画下一个步骤 那这时候这个步骤是什么呢 那就是这时候这一个那就插下面的那一个 对这个这个这个了这个对下面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我们该怎么画了 首先是拿回去刚刚的那个 我看一下刚刚那个啊对这个 刚刚画了这个东西啊 反正就我先把它挪到我还是不要挪到中间 这线已经开始太多了 我就不要再那个增加增加负担了 呃好 那一个吧 我通常打开是quote 还有这个and punch其他我都不开 我通常都开就这两个 好这个就大概吧 我们是一样大概大概画一下吧好不 也不要太吹蠢蠢吃了真的啊 拜托你们 呃拿下来这个呃选下圆形最对解调 然后就这样子一个行对已经是我们要的了 然后就这个我看应该是比手呃那个把手系的那比把手系的我们就简单 我们就把它画小一点对吧 我们就原比例说放啊弄小一点对吧 呃然后这时候原比例说放以后打开f10控制点 呃f10f10 那然后这个的话我们往上拉一下 拉高一点没有关系的 呃到时候我们目的对是要用这块来做一个剪辑对吧 呃然后这时候把它挪到后面吧 后面比较好看的 因为在那个透视图这边比较容易看得到 呃然后这里下来的话 就是这样子来这里 刚刚你看为什么我没接进去 那我没开这个动员就在这里 嗯 有点收住了 没事没事 通常其实我都不会做 我不会这么快开动 这是实话 然后这个地方先ctrl c 然后把这个拉一个块出来 其实画我我看你们开始应该就能懂我那个画法怎么画了 然后这样的吧ctrl c一样 反正就是一个 就是说反正一个加一个简单 反正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这个 并应该是交集哎哎 不好意思肯定点出键 对点出键这个才对 好 那个其实ok这块就来了 但有什么问题啊 对应该是还要在剪哎呦我真的 哎我真的好饿了 呃对我们应该把这块给剪了 那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应该选他一个quote对 and and quote 我们应该选这个点 然后把它剪掉 对吧 呃对有时候就这些东西 那你说这些东西 我经常在这些地方就有时候没考虑到那就小改 呃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呃为什么就 啊毕竟都是人嘛 有时候不会哪个 真的就觉得放开一点吧 啊还是很多事情 嗯好下来呃这个地方 呃我们有对吧一样回去刚刚那个步骤 那回去了以后呢就这样子我们一样把它先剪掉吧好不 ok然后好一个洞我们现在看到了对吧 然后呢我们就这个圆形圆形的对吧 并且ok两个都有了那这时候这块片我们已经有了 那这块片有了我们怎么对吧 加后就可以了加后再做一个导演角对吧 那就ok了那你说真的要是每个产品零件真的要画的这么细 你呃说实话我我作为一个设计师我要画我没法画那么细 你要画呃真的画那么细真的太难了 而且花的时间也很多 就是说你要画的那个东西怎么讲 不会有一个工程就是说工程图在那样那样子 就不会有一个很完整工程图 哎我一直没太懂为什么会多这么一块东西出来 不过这个一倒把片刚刚好了不行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子 突然啊反正就这个片我们有对吧我们把它炸开 然后呢就把这两块我们先给连接一下 然后这样快多的对吧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隐隐隐藏一下对吧 然后把里面那个先给连接 然后这块我们隐藏一下对懂了吧 这个操作好像有点抽象呃但其实是说我先复制一块 然后呢但是我没有把它马上粘贴我是接完以后 然后把这个连接然后把它隐藏再把这个给弄弄回来这样子啊 我原表达你其实也不是太好 呃一可以拿一看我就拿一个片 记得拉伸的时候一定要骗拉伸 骗拉伸那这时候我们就ok了对吧 呃看到这里对吧我们就倒一个圆角其实就差不多了 呃你要说真的要像他这个这么普 呃其实 因为他现在这个灯光说实话吧我也不确定他这个走那肯定说我们这样看的话 那顶多是说我们倒个圆角是倒的他刚刚好的一定是 呃可能是说倒了几几乎看不到这样子啊对吧 啊一那肯定太大了对吧我们改成0.5呗 那旁边就ok挺像的就是说呃这样子那这个是四角问题了 所以说你看他会变化其实不是 他肯定是圆角的很多的产品他一定不会说呃画的就是说 所有东西能用规整数肯定用规整数好那一个我们继续 然后把这个键对吧我们copy一块出来 我们把这个块给剪掉那不就这个我们算是也完成了对吧 然后回去呃这个做完以后你们记得自己也要练习一遍啊你看呃像刚刚这里呃这个地方对他完全不是规整的啊 这里在对准你真的有点过分了哈真的太强迫生了我觉得这种啊 然后下来我们就把这块给弄下去就好了我这块他应该不是铺的 他应该是平面的一个一个平面的交件就是反正顺着这个跟这个一装在一起 因为这这这这块和这块一定都是塑料的啊嗯因为根据我的经验 然后这一块呃应该是比较应该是比较正远了可能有点改一下这样子呃反正就是这种外形吗 他要有一种通常之物呃未来感这个词其实现在有点有点滥用了啊 其实我一边话一边这么跟你们聊天会不会好一点有时候你们你们会觉得会不会觉得好一点啊 就是我怕那个有时候交的东西没有到交到位这是我唯一担心的问题啊 然后呢这个好反正不要沾到边啊为什么就这里不要沾到交边记得就信念不要尽量不要做这种事 就是说一个实体边跟你另外一条边撞来撞去千万不要啊就尽量就是说一个东西让他一个尽量规整一点就一个面上面只做一次的一个计算或者一次处理 你把一个面做n次处理好那个下来嗯这样子对呃两个小圈圈然后呃两条线删掉一下对吧 然后一样呗你懂的也是要拉到中间拉到中间以后就呃开始你懂的就是说还是要多几个键呗 然后剩下如果你真的说我想把那些也给画那你就把那个给画了呗 因为方法教给你们你们应该画那个我觉得没有问题吧 如果要画这个都有问题呢我无语了哈 那个应该说明说呃本身的个人练习也不怎么够他自己看好像 这个圆哎呦好纠结这些地方哎算了不管了啊 那个如果你们真的有机会去商场那边看一下吧 现在虽然说都是流行那个呃淘宝或者什么的但是私体店最好用是在这啊 这样子好好好不那个好好没有呢好好好坏 我觉得自己就人家私底店也要那个嘛啊 哎算了不管了就是的确是但是有时候私底店的价格真的比网购差太多 如果网购那个很有信用的话这这真的是 那这个我们可以这样子啊这个玻璃对吧呃 我们要拉一点其实拉个两三毫米对吧 我们可以这样子再倒个小圆角对吧 有一点通过玩这种凹凸吗是吧 嗯我们这次我们的0.3好了好吧 0.3你看这0.3数字都0.3我们再倒个小圆角对吧 啊倒了以后哎对再往里面拉一拉对吧收收收一点哎看到已经差不多 那这时候再倒哎你看这个其实我们看一下渲染模式哎你看其实这个细节就很ok了 然后再加上别的这些你再倒个小其实我觉得细节很够了那基本上这样子就是整个一个外观了 你如果说里面画里面没有那个什么啊还有下面这个我们也把画一下啊 因为里面的那个东西的话真的要有产品有些东西没有我就真的是直接就看这个图然后直接给你这么画的 而且画的话我这样画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么画我也没有任何数值我画起来起码跟他整个形 你看微微胖胖的有点高高有点矮矮的对吧很顿的这种感觉 但是又古典优美的这种古典优美的这种就是说微曲线就面构成所所拥有的一种曲线对吧 那我这个我现在这么看其实也有了矮矮胖胖对吧那如果只要你只要把那个渲染效果加上去其实就ok了对吧那起码你画一个外观 第一个要做到这那说这个虎嘴这个虎嘴真的是画的比较急那其实你要画首先他的形体感要到位对吧那还有一个问题什么比如说他这里圆他圆的比较大对吧那我这里圆的就没有他大对吧那我应该做什么我这个圆角要比他要倒的比刚才大那我这时候就要再改 其实是这样子一个整体上面我去看啊现在我这个光为什么是很直的很小一条但是我看他这里偏圆这拍都很圆这里拍也很圆 那这个黑暗的一个部分就暗暗部占了一个很大面积那就是说我这个圆角还不够大懂吗要通过光去判断通过影子去判断对吧不要只看形体这么片面啊形体意没有问题对吧但是呃你真的要懂什么叫形体意就这么简单啊 因为形体意他其实是一个很初步的一个概念他不是说真的很高深的一个东西只是说呃证明如果一直扯形体意简约对吧大方对吧这种是很外向人的词我希望如果是说呃做设计师对吧呃如果你真的想做的呃我建议还是用一些比较知识比较知识比较专业一点词那当然跟别人聊的时候还是用一些比较通俗吗但是你要有呃自己的一个什么设计语言有自己一套语言这样子不然的话呃学术吗所谓你上大学 玩的就是学术吗那学术要的就是这个on understanding吗所谓的on understanding你们懂了吧所以说呃啊反正有很多东西如果你们真的喜欢我再说点这种事情我我后面再跟你们说吧好吧然后这时候我现在我对不准位了为什么对我我这里肯定呃有东西不是原型那怎么办呢我从另外一边给他对呗没有没有办法那我就开个原型的吧呃啊对我定了这个原型那我放回去中间呗 中间以后我现在在中间的吧再把它对回去呗那不就ok了那ok以后你看这时候位置对不上了对你看这个地方和边的这个位置证明什么我刚刚也忘记看了那你看这里和这里应该他这个我把它隐藏一下你看就我在说的是我那个玻璃罩还有那个应该啊好像好像没看清了没事没事反正就是应该应该在上一点可能我刚图没有看清楚应该在上一点 这个我肯定太高了呃跟他这个比他这个会短一点那这种尺寸感对吧但远看其实差别不会很大形体感上面其实差不多那我这个画大了那那我可能我这个就拉小点再加上这个图呃有点不太准啊呃也不是我找接口了啊真的没有找接口了啊好那个我们继续呃一样画一个长方形对吧呃这个口我觉得应该是银边应该会比应该是差不多一个宽度了呃有时候真的没有产品真的 不确定啊所以说这些地方大家等待一下啊呃不要太介意这些细节啊因为重点就是说了先把模型给画出来模型能画出来一切好说啊呃然后一样画一个就是说药丸的形状我们去画个药丸形状怎么画呢对吧呃就可能是说呃这样子我们一样还是用那个方法反正就用一个regular的形状把它给撞出来但是我现在啊在这在这差点没看 看到有时候这个白底麻烦就在这OK我们把它选上选上以后呢是这样子嗯继续这样然后再把它选上吧反正就啊对感应该是通常放偏下一点为什么因为呃通常是往往下掰的时候嘛对吧往下掰的那个那时候才会呃就是开就是说那个烧水嘛 啊对烧不是开水烧水啊因为我本身我是讲粤语的呃普通话不太好啊大家不要介意了 哎OK然后再把这样的给剪了 OK然后呃呃连接上啊那我现在有一个药丸的形状对吧我们把它拉回去我们把它拉回去一下对吧嗯拉回去了以后啊还是先不要我们先画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形对其实你们懂我要干嘛了 嗯呃呃呃对就是说要拉这个然后再取那个结构线这个就不要拉呃呃呃三四五炸开按着control对取消选择按delete 在删掉这块两个全选上一起连接对好一个整体你们你们就有了好 perfect 然后样两个拉到这个比较近一点地方一样呗反正就你们懂的对又是copy两个出来哎我就是同一招其实这样子话我不知道你们喜会想就是不断重复练一个功能有没有觉得 但是啊通常都这样子有这样子你们做因为你们我觉得你全学完学了这么六意义不是很大这真的是实话你还不多学点别的你设计上面也不是单单说做外观那人家不懂那肯定说啊你设计做外观我觉得这个这种很正常吗人家不懂吗对吧但是如果真的是做一个设计师吗对吧哎还是要有内容的一个是一个东西吗要做好那一个继续啊那 那铁片上面记得不要倒着倒角因为他这个工艺我记得是那个powder coating就是说本身是一个金属的一个冲压出来的一个型然后再喷上一个粉然后通过高温的一个呃焗烤以后对吧烤完以后他就变成一个非常亮面就有点像一个漆面这样子一个工艺但这个呃工艺有一个问题是怎么样呢就是呃呃食物接触那边在那个美国FDA里面非常难过所以说这个工艺有好有不好但是呃正常呢 我来讲我我个人还是喜欢比较nature的那种就是呃材质比如说像那一个呃木对吧金属不锈钢就直接就是那个材料本质我我更喜欢这种有点像无印对吧好那个打完这个脚你看其实这时候有又一点其实我通过套道家你看其实可以倒在细一点看起来更精致那银了那个银环我没有了那这时候他这个地方很很比较高对吧 上下也比较对称对吧一上下对吧上下空空隙空隙我这里就没有那你看这里就我没有掌握好了呗就这么简单好了那这样子一个我们这时候点一下这个手上找对 嗯把这个线给选上隐藏一下对然后这个也给隐藏一下 那这样子就你看其实ok了起码是说现在你转整个面呃没有任何的破面对吧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就是说 呃面就反正没有破面呗说实话就是呃对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就大概是这样子吧如果说你们想看到我在画的细一点对吧那我就呃下次给再给你们那个画细一点吧哈反正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没有我就按着这个节奏继续讲啊好那一个纪念课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